同学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新东方的网络课堂 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55课的课文部分 今天咱们55课课文的最大的特点是 出现了很多特别简单,同时又特别实用的短语以及表达方式 可是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我发现 很多同学对于这些简单的表达方式往往倒感觉很陌生 什么原因呢? 也许可能平时我们在学英文的时候 我们的眼睛太过于关注那些我们认为复杂的东西了 而忽略了我们眼前的一些很实用的表达方式 所以再简单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忽略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表达方式您是否会说呢? 第一个句子 The Sawyers live at 87 King Street 这篇课文描述的是一家人的一天的生活活动 那么第一个句子提纲切领 说索耶一家住在国王街的87号 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Sawyer 叫索耶 索耶在英文中是一个普遍的信 我们大家都知道真正把一个英国人的名字写全了的话 它的信是放在最后面的 这跟我们中国人的顺序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那么今天大家在知道Sawyer是英文的sheer的同时呢 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个结构 就是当我们在英文sheer的前面加一个定冠词the 同时呢我们在sheer的后面加上一个字母s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结构就不能表示某一个人了 它往往表示的是一家人 而且在很多语境下呢 它可以特指夫妇俩 比如我们常见的英文中 其他的信还有史密斯 叫smith 但是我们在前面加上the 后面加上s叫the smiths 注意发音 再来一遍 这个结构我们就可以把它翻译成叫做史密斯一家 或者我们还可以叫史密斯夫妇 再比如第二个信 我们中国同学就更熟悉了 叫做clinton clinton 克林顿 单说这个字 它可能指某一个人 但是我们在前面加上the 后面加上s 我们叫the clintons the clintons 这个时候就可以翻译成克林顿一家 或者叫克林顿夫妇 第三个信啊 很多同学也认识这个字 black 做形容词 它表示颜色 有黑的意思 在英文中black 也可以作为一个人的信 我们中国人呢 习惯翻译成叫做布莱克 此时我们在前面加the 后面加s 就变成了the blacks the blacks 我们可以叫布莱克一家 或者也可以叫布莱克夫妇 那么第一句话 它的意思就是索耶一家 住在国王街87号 那么国王街87号 我们前面讲过 由于它是具体的门牌号码 所以这个在 我们搭配的介词是at 而它的顺序呢 是先说小的再说大的 所以它会把87号放在国王街的前面 下面我们看第二个字案段 in the morning Mr. Sawyer goes to work and the children go to school 这里面啊 请大家在in the morning 下面画一个横线 然后呢 您再在这三个字的上面 写上四个字 写上四个汉字 就是我们屏幕上打的 叫时间壮语 第一次看到时间壮语 这个名词的同学啊 可能会觉得这个概念很深奥 什么叫壮语啊 他为什么用这个壮啊 他怎么不用强壮的壮呢 我们说大家大可不必 把这个知识点想得过于复杂 尤其是对于我们初学者 我先可以用一个朴素的语言 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时间壮语 很简单 一句话中表示 时间的那个部分 就叫时间壮语 再强调一遍 一句话中 表示时间的那个部分 我们就可以管它叫做时间壮语 这样一说 大家就好接受了 那么接下来同学就会问 你告诉我 in the morning做时间壮语 有什么意义吗 之前早在五十一课 我们给大家说了 在接后英文学习过程当中 我们在背一个词 学一个短语的同时 不能只关注这个词 或这个短语的意思 我们更多的是要把这个词 这个短语 这个元素 放在句子 这个大的环境下去理解 这样的话 久而久之 我们就会说出 写出一个正确的英文句子 您没发现吗 很多同学学了很多年的英文 真正让他说一个英文句子 写一个英文句子 还是很困难的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其实说明我们同学的 组织语言的能力 有待提高 而组织语言的能力 说到细处 就是我们能否知道 我们学的这些元素 在句子中 到底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因为英文的语序 跟汉语有着很大的差异 而英文的词的顺序 换句话说 它的语序又相对来讲 比较固定 且有着自己的特点 所以我们学一个成分 学一个单词 了解它在句子中的位置 有助于将来 我们自己造句谴词 那么今天大家知道 in the morning 做时间状语的同时 还需要大家知道 时间状语在句子中的位置 我们说一般来说 时间状语在句子中 在一个句子中 经常放在两个位置上 要么放在句手 要么放在句尾 所以其实我们第二个句子 大家还可以这样说 Mr. Sawyer goes to work and the children go to school in the morning 这样说也是完全可以的 那么时间状语 既可以放在句子中 也可以放在句尾 二者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说它唯一主要的区别 就在于语气 如果我们把时间状语 放在一句话的句手的话 往往在语气上表示 对这个时间的强调 而放在句尾 这个强调则弱一些 所以我们书里 把in the morning 放在前面 在汉语中 为了突出这种强调 我们可以这样翻译 在早晨 索耶先生去上班 孩子们去上学 如果你放在句尾 那这个强调的意味 就很淡了 索耶先生早晨去上班 孩子们去上学 很平常 很普通 那么在早晨怎么样呢 我们刚才说到了 索耶先生去上班 这里面我们需要大家 记住一个生活当中 真的非常常用 出现频率非常高的 一个动词短语 就是去上班 go to work 那么这里面提醒大家注意 work前面不需要加定管词 the 固定说法 go to work 相信很多同学 以前可能也学过这个短语 但是发现同学们 在平时使用这个短语的时候 还是或多或少的 有点小问题 比如今天我给大家一个语境 假装现在是早晨 您背着包 风风火火的 从家门出来 要出去上班 正在半路上 看到您的邻居 这个时候 您的邻居就跟您打招呼了 你这是干什么去 那么如果你要用英文 回答他怎么说呢 我上班去 对吧 大家想一想 这个句子翻译的英文 应该怎么说呀 我上班去 很多同学会不加思索的 直接说 I go to work 我去上班 那么你要这样说 这个句子的话 我只能说 您的句式结构 是非常好的 但是您忘了点细节 之前我们给大家提到过 英文造句子 我给大家立了三个原则 第一 写一个句子 要问问您自己 这个句子有没有动词啊 如果一句话没有动词 很可能您这个句子 是写错的 第二 英文中一个句子 最多也只能出现一个动作 或者说的 再露骨一点 英文中一个句子 最多也只能出现一个动词 而造句的第三个原则是 英文写一个句子 大家一定要考虑到 实态的因素 这是英文这种语言 跟我们汉语 很大的一个差异 他们习惯用实态 而我们中国人也会用 但我们用的比较少 所以啊 很多中国同学 在说英文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 不爱用实态的习惯 带到了英文中 于是就说出了 I go to work 但事实上呢 在英文中 他的正确说法 用的是 现在进行时 你看人家英文的 实态的表达 是多么的客观 多么的严谨 他表达的是 我正在去上班 的确啊 您走到半路上 碰见邻居了 邻居问您干什么 您可不是正在去上班吗 所以自然应该用 现在进行时 叫I'm going to work 这个细节 大家千万不要忽略 说完上班以后呢 想给大家补充一下 下班 相信下班这个词啊 比上班用的频率更高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 都盼着是下班 每天就盼着这一课 因为这一课 可能是最幸福的一课 那么下班 是我们平时 经常挂在嘴边 耳熟能详的表达方式 我要问大家 您会用英文表达吗 恐怕这个时候 很多同学就开始为难了 所以啊 往往越是在身边的 一些表达方式啊 越希望大家平时 多注意关注 多注意搜集 我们说 当表示下班的时候 在英文中 您会发现 下班这两个字 在句子中 它充当的功能不一样 它表达方式也不一样 这恰恰体现了英文 很讲究结构 这么一个特点 比如 当我们把下班 在一个句子中 用作动词的时候 啊 我一般五点下班 这个时候 在英文中 我们可以用到一个动词 叫做finish finish 九动词 完成 后边加了一个笔语 my work 我的工作 finish my work 就叫完成了 我的工作 那么我们把这句话 给大家说一遍 I usually finish my work at a five 我通常五点下班 而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 把下班这两个字 在句子中 用作时间状语 我们刚才讲过 一句话中 表达时间的部分 比如您看这句话 走 咱们下班以后逛街去吧 或者我们出去购物吧 下班以后 大家注意 这个句子里的下班 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起到的是 时间状语的作用 我们要出去购物 我们要出去逛街 那么您得给个时间吧 什么时候呢 下班以后我们去 所以这个时候的下班 我们就不应该用 finish my work了 怎么说呢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都知道 购物叫go shopping 让我们去购物吧 Let's go shopping 什么时候 after work work是工作 after是在什么什么以后 after work 在工作以后 自然就指了我们的下班 Let's go shopping after work 好 关于上班和下班 我们就先给大家讲到这 希望大家把这几个生活中 很常用的端语 一定要牢牢的记住 因为我们天天都有机会用到它 接下来说完索耶先生了 我们该说说孩子们了 孩子们在早晨都干什么呢 下面说 the children go to school 孩子们去上学 首先这里面提醒大家一个细节 刚才那个去上班那个go用的是三单 因为呢 我们的主语是索耶先生 第三人称单数 一个人 而且呢 他用的是一般现代式 而我们这里孩子们去上学这个go用的是原型 是因为我们这句话的主语是孩子们 是负数 因此它不满足三单的条件 看了这个句子以后 给大家强调一下 去上学这个端语也很重要 大家会说吗 go to school go to school 叫去上学 同样 school前面不要加定贯词the 这是一个固定搭配 固定说法 那么 如果有人问您 干什么去啊 您说 我去上学 英文应该怎么表达呢 对了 有刚才的经验 大家就明白了 我们应该用现在进行式 叫做I'm going to school 那么 说完上学以后 我们再给大家说说放学 放学英文中怎么表达呢 跟刚才的道理一样 如果呢 我们把放学用作动词的话 在句子中 我们可以这样去说 说我一般的五点放学 my school finishes at five 有的同学觉得奇怪 这个school怎么放在主语的位置上了 我的学校完成在五点 大家注意 school除了当学校讲以外 还指您在学校中所做的各种课页 那么finish还是动词完成 由于我们的主语 这回用的是三单 所以呢 我们的动词在这里面 应该加es 来体现三单的特点 my school finishes at five 五点放学 同样我们可以这样表达 let's go shopping after school school是学校 或者是学校中的课议 after school 就是我们所说的放学 好 下面我们接着看课文 孩子们去上学 索耶先生去上班 怎么去呢 their father takes them to school every day 每天啊 他们的父亲啊 都送他们去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小的短语 大家可以简单的画一下 叫take to 带某人去某处 说完了索耶先生和孩子们 那么索耶夫人在干嘛呢 Mrs. Sawyer stays at home every day 每天啊 索耶夫人都待在家 She does the housework 这里边出现了一个does 是度的三单 我们之前在四十七课 专门给大家介绍了度 那么今天大家来判断一下 您说这个度 我们是把它翻译成做好呢 还是把它看成是我们那个外缘 注动词呢 对了 这句话中的do 或者说它的三单的形式does 应该把它翻译成做 而不是我们当初给大家讲的注动词 我们说只有在一个句子 是三无句型的情况下 而且它需要变疑问句和否定句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出现那个注动词do 或者说是那个外缘 关于这个知识点 如果大家有点生疏的话 我们建议大家还是看一看四十七课 我们的语法部分 那么索耶夫人在家就经常做家务 下面一个句的 She always eats her lunch at noon 大家注意always在句子中的位置 因为这句话没有B动词 也没有情态动词 所以我们直接把always 放在我们唯一的一个十一动词 eat吃的前面 那么这里面再问大家一个小的知识点 我曾经似乎给大家讲过 这句话的动词我不想用eat了 我想换一个动词 大家想一想 我们学过的词里面 哪个词可以代替这句话的eat呢 相信很多同学能想到一个词 叫做have 不过说have的同学 我要说了 这词您选对了 但是形式没有选对 have我们之前讲过 它可以代替几乎所有的吃或者是喝 但是呢 have这种形式是语言形 而我们这里边需要的是 动词的三单的形式 所以我们还应该把have 变成has 这就对了 She always has her lunch at noon 好 再往下 到了下午 大家注意 in the afternoon afternoon的发音是原音开头 所以我们得念the in the afternoon 在下午 she usually sees her friends 说到这里啊 我们要给大家简单的提一提一个词 一个动词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词 谁呢 就是我们的seec 一说到这个词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做动词当看见讲 而且呢 它可以是极无动词 后边可以加被看见的人 或者是东西 但是这里面呢 我要给大家提一提 我们大家平时容易忽略的 一个表达细节 C C是极无动词 后边加人 这个现象不陌生 大家也不新鲜 但是请大家注意的是 C后边加了人 它有可能有三个意思 这个您了解吗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 C后面加人 它的第一种可能性是 看见某人 这层意思我不说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比如说你别藏了 我能看见你 在英文中我们可以叫做 I can see you See you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叫 看见你 但是C后边加人 不永远当看见某人讲 有的时候 C后边加了人以后 还表示探望 或者是拜访某人 比如我们这个句子 I'm going to see my friends 你就不能说 我看见我的朋友 用一个一般将来是 be going to的结构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 我打算去探望我的朋友 拜访我的朋友 不过说到这儿 我要说了 这个翻译是可以的 但是听起来怎么这么别扭呢 我打算去探望我的朋友 拜访我的朋友 好像我们生活中 不习惯这样措辞 所以接下来 大家能不能想一个 特别接地气的 换句话说 特别地道的汉语 来把这个句子翻一下呢 什么叫探望 什么叫拜访呢 对了 平时我们口语中经常说 你干嘛去 我打算找我朋友玩去 您发现没有 找谁玩去 这种表达方式 是我们口语中经常用的 那么翻译成英文 我们就可以叫 See my friends 但是平时在教学上 我发现 很多同学在学的 这个知识点之前 我问他 我说我打算找我朋友玩去 你应该怎么说呢 同学们经常想到的 另外一个词叫 Find Find 这个词我们在后面会见到 那这里面我要告诉大家了 Find这个词 虽然也有找的意思 但是它确切的意思 叫寻找 如果有一天某某人丢了 你把它找到了 我们可以叫做Find 但是我们这个 我找谁玩去 这个找谁玩去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 探望 拜访某人 那么 除了这个意思以外 还有一个意思 See 后边加人 特别是加一个职业 医生的时候 我们就不是说 探望 医生了 我们叫做看医生 看病 古人说叫看狼中 所以当你听到别人生病的话 你会催促他 你说 You must see a doctor 你必须得去看病 所以很简单的一个极乎动词 See 它很可能有三个表达含义 希望大家在了解的基础之上 最好把它牢牢记住 因为以后类似的表达方式 我们一定也会用到 好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 他通常去找的朋友玩去 我们这样翻译就舒服了 那么他们在一起干什么呢 They often drink tea together 他们经常在一起喝茶 大家注意often的位置 行闭后十词前 我们把often在这里面 放在了十一动词 drink的前面 那么如果这句话 我不想drink了 我想换一个动词 哪个动词可以替代它呢 对了 我们刚才说过 我们可以用have they often have tea together 最后到了黄昏 in the evening 在晚上 the children come home from school the children come home from school 这里边需要大家画一个 非常实用的短语 叫做come home from school 看似简单 在看到这个短语之前 您真的用英文会表达吗 我们把它翻译成汉语 叫做放学回家 多么常用的一个词组啊 来再来念一遍 come home from school 那么下面 they arrive home early 他们到家很早 再往下 Mr. Sawyer comes home from work 又出现一个很实用的短语 就是come home from work 是我们平时挂在嘴边的下班回家 请大家一定要把它牢记 那么为了体现索耶先生工作很辛苦 他下面说 he arrives home late 他到家呢 很晚 最后 在深夜 大家注意换词了 在深夜 我们就不应该用evening了 叫做at night the children always do their homework 孩子们通常做作业 然后呢 then then 有然后的意思 they go to bed go to bed 大家可以画一下 不叫去床上 叫去睡觉 然后呢 他们就去睡觉 而索耶先生 Mr. Sawyer usually raise his newspaper 索耶先生通常读报纸 but sometimes 但有的时候 这里面我们在语气上 为了强调这个sometimes 你看我们把它放在了这句话的句首 有的时候 he and his wife watch television 他和他的妻子看电视 好 在55课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几个非常实用 也是非常常用的短语 比如说去上班 go to work 去上学 go to school 以及下班 放学的表达方式 还有我们后来的 放学回家 下班回家 以及拜访某人 看病等等 那么通过这些短语啊 再一次印证了我之前一再给大家强调的那句话 英文学习啊 绝对不能轻易瞧不起任何一个我们认为简单的知识点 这些短语里边的每一个词 对于我们大多数同学来讲 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但是他们放在一起这种表达 就需要我们平时注意积累 随着我们英文的积累越来越多 您将来就会发现 生活中我们能用英文表达的内容就越来越丰富 感谢大家 好 这就是我们的55课的课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